首先 宫颈癌是一个恶性肿瘤 那么它和所有的恶性肿瘤一样 那么术后患者都有复发的可能 对于早期宫颈癌术后了 它的愈后是挺好的 但是同样存在着复发 手术时间越长 那么术后复发的几率会越小 但是术后的患者了 那么怎么能避免它复发了 那么就要定期复查 那么术后了就要根据它的情况 定期检测HPV TCT 还有肿瘤标志物 那么比如说SCC CEA和CA125的值 同时还要进行彭腹腔的采操核磁 如果发现阴导的HPV病毒的 特别是高V型16、18持续感染 还是要引起注意的 那么对于肿瘤标志物来说 SCC的和CEA值的增高 那么要高度重视 必要的时候还需要MRI或者是PATCT 进一步跟踪明确诊断 特别是看看有没有颈部淋巴解 或者远处淋巴解的转移 那么它的复发了 另外一个还表现在股转移 和远处肺转移 这些远处脏器的转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